什么叫真正的台词功底 这是中国机长的原型事件 刘川剑机长的迫降录音 在电影中 张涵与金江气1比1复合 从声音语气到镇静果决的态度和停顿时长 张涵与将流传见机长模仿的唯妙唯小 而张涵与如今被看作是硬汉影帝 但他的隐藏身份却是中国早期有名的配音演员之一 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张涵与的声音几乎贯穿了每个8090后的童年 陈老阳前十集都是我配的 孙悟空也是 我是配的那个动画片那小猴子 冥芒霜 爆米花 走开 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 让我走 让我走 让我离开这 你是Clove手下的人吗 是的医生 可以看看你的证件吗 请拿近一点 再近一点 过一个星期就失效了 你不是联邦调查局的 而张涵与之所以会走上配音之路 其实也有段啼笑皆非的经历 在20世纪60年代 张汉宇投了个极好的胎 他不仅出生在北京大院的干部家庭 一家几口还都是颇有名气的艺术家 张汉宇生下来衣食不愁 是当地有名的皮鞋豹闯这浓的小刺头 八岁那年 他为了效仿虚侠客游记而离家出走 就自己坐上虎车仗见天涯 在走之前他给父母刘姓说 你们不要找我了 我将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 之后张汉宇隔三差五说走就走 因此还得了个离家未隆的称号 到了中学时 张汉宇眼见要朝着不学无数的方向发展 这时他同学却说 你的声音和追捕里的男演员很像 张汉宇听得喜出望外 因为他从小就善于模仿各种声调 梦想着做配音演员 却总遭到父亲的打压阻挠 得到了同学的认可后 张汉宇大胆地给中央电视台发了一段试音 结果这一事就让电视台如获至宝 十几岁的张汉宇不仅能给五十多岁的中年人配音 什么奇怪的人物也都信手拈来 黄木兰中阴险产媚的宰相宁是他 可你疯过当朝宰相 那是我呀 86版西游记中的黄梅大王也是他 我是黄梅老佛 张汉宇唱着有名的配音小王子 在人均工资才几十块的年代 排在上学的他就靠配音赚了三千多块钱 给自己买了辆拉夫摩托车 这是83年 第一批有摩托车的人我算是 但时间一长张汉宇便厌倦了在幕后工作的日子 而这时贵人冯小刚走入了张汉宇的生活 帮着张汉宇一步步走向了无聊影帝 2007年 葛优毛遂自建出演色迹 这一举动让影坛两大导演犯了难 一个是色迹的导演李安 他犯难的是怎么不伤害葛大爷自尊将其劝退 另一个发愁的则是冯小刚 因为那一年 《冯小刚》的季节号准备开拍 葛优是他的第一人选 可谁知葛大爷听了坚决不去 要知道色迹的动作戏也就那几场 但《季节号》可是在冰天雪地里折腾几十天 葛大爷这把50岁的老骨头 哪儿惊得起这么摧残 然而就在冯小刚为男主角发愁的时候 有一个人却为葛优的词演暗暗高兴 那就是已经在冯小刚身边 潜伏七年的龙套张汉宇 早年间张汉宇曾是个配音演员 他虽然毕业于中戏表演系 但在36岁才正式进入演艺圈 因为错失了黄金发展期 张汉宇一开始只有龙套角色演 当时他混迹在冯小刚身边 演了不少三教九流 没完没了中 他是帮富标讨上的社会人 电影《大万里》 他是指点互联网江山的精神病 在那部捧昏了王宝强的《天下无贼》中 他是演的卧底警察 陪刘若寅吃烤鸭 这些虽然都是小角色 但也很考验演技功底和台词功力 所以当张汉宇跑了青年龙套 看到《集结号》剧本的那一刻起 他就深信 自己定能胜任男主角谷子弟 可冯小刚犹豫的是 当时陈可欣正在派投名状 请的是刘德华 李连杰等一票举行 张汉宇这个没名没心的龙套 让他出演男主 实在害怕票房不保 曾在冯大选了两个多月 就是选不出更适合印汉军人的男明星 再加上华谊老总王中军也看好张汉宇 这才让张汉宇成功简陋 而作为自己的首部主演作品 张汉宇对《集结号》十分用心 为了突出下掉的右眼 他往眼睛里放了两层隐形眼镜 还在里面夹杂着白纸丝 因为入戏太深 杀青两个月后仍会做噩梦 念到自己对不起冤子的战友 也是这份用心 让张汉宇凭借此电影 收获了无效影帝大奖 在44岁那年 从专业龙套一跃晋升一线影帝 而《集结号》也以2.1亿的票房大获全胜 所以说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卡位轻如鸿芒 只是当了影帝后 张汉宇不免也要面对成功男人的三大戏 那就是身关发财 死老婆 红云当头 娶娇妻 在糟糠和新欢中如何抉择 成了张汉宇接下来的课题 有人说 看到张汉宇老婆长什么样 就能理解他为什么总求着导演给他加恋爱戏 2007年 张汉宇凭借《集结号》霍锋无料影帝 事后所见的角色 要么死了老婆 要么是万年光棍 苦哈哈的他每天都在泥地和雪地里打滚 至于张汉宇公开喊话导演 他也想轻松一点 在戏里花前月下轻轻握握 毕竟作为出圈天菜 张汉宇一个眼神就能撩得小S满嘴黄色 这种行走的荷尔蒙不无尽其用实属可惜 觉得非常有男人味 哎呦太好了 张汉宇 我掉了 只是张汉宇没想到 他的玩笑话会给自己带来一场婚姻危机 在他走红后 天鱼和女人都一窝缝地扑向他 尽管张汉宇洁身姿好 可他的妻子却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据说两人还因此闹过离婚 或许是为了向妻子表忠心 2014年 张汉宇在《志娶威虎》上的发布会上 罕见的些老婆杨梅子亮相 可看到了天王草的真面目 网友却议论纷纷 没想到影帝妻子长这样 原来张汉宇的老婆杨梅子 虽曾做过演员 容貌却并非国色天香 甚至有人说 凭借张汉宇时至今日的地位 完全可以再娶个18岁少女 对于这些谐音岁语 张汉宇坚定地在采访中回击 他的妻子陪他走过 默默无名的龙套时期 没有杨梅子就没有现在的张汉宇 天大地大 老婆最大 罕见的是 在众多利爱妻人士的娱乐圈 张汉宇出道20多年 绯闻这一览 倒真是干干净净 唯一算得上是黑点的 就是两年前 有人传言张汉宇和小自己 18岁的车小在洛杉矶私会 只是这则绯闻的爆料者 没拿出一张有利证据 而承晓本人也很快辟谣 可能张汉宇真的治不在女人 现在的他 因为和陈道明组团打高尔夫 已经黑成包公本宫 比起绯闻 看来高尔夫也害人不浅